娱乐圈有很多明星靠自己拍戏,赚了钱之后就会做一些副业,来发展更多的财富,向陈赫就开了脸错了火锅店,而黄小明更是有六十间公司,看最厉害的还是郑凯,他一天就挣了七个亿,陈赫首先要说的就是陈赫,陈赫适合吃货, 相信小编不用多介绍,大家也知道陈赫爱吃的事实,爱吃的他就开了连锁的火锅店,店名事先割装,网友晒单,而且很多网友去过他的店里吃火锅,都说价格很亲民,三个人吃财花了两百多块,相比黄磊开的店,四个人花了一千多好像是划算很多,希望钱财陈赫也能继续保持下去,黄小明第二要说的就是黄小明了,黄小明有个霸气的称号叫做黄教主, 而他的事业也如这个名字一样霸气,据透露黄小明名下的公司达六十家以上,怪不得能给贝比一个实际魂帝,就连戒指都是上千万的,不过这对于有六十多间公司的黄老板来说,都是小意思的, 郑海最后要说,这就是小脸抱郑海,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郑海看起来就很低调,平时也没见他宣传自己的副业,但其实郑海比你想象的厉害多了,他也成立过公司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